采一心二叶,太老的就不要采了 小小学生们带着斗笠 在太阳下认真地采收着一心二叶的茶叶 并将采好的茶叶集中开始揉茶 各个小朋友们仔细听着制茶叶者的教学 而在学童亲手体验制作后 才发现原来制茶工作都没有想象中的容易 我们为了准备百年校庆的伴手礼 手做红茶 老师带着我们参与采茶与揉茶的活动 采茶时花了很多时间才采了一点点茶叶 揉茶时手又很酸 我觉得这项工作并没有想象中容易 希望来参加百年校庆的来宾 都可以用心品尝我们所做的茶 竹丧镇瑞竹国小今年适逢百年校庆 校方为了感谢校友长期以来对学校的付出与关怀 结合在地产业特色 与校内施作已久的茶道教学课程 由学生亲手制作 手工纪念红茶伴手礼 校长成员红表示 透过实地体验操作 能加深孩子对于家乡产业文化的情感 因为平常我们学区的家长都是采茶 种茶 制茶跟茶艺有关的生活 所以这一次办理体验影 主要就是要让小朋友体验 采茶的辛苦 制茶过程的劳累 跟要有细心耐心的精神 一方面特别结合这一次5月13号 瑞竹国小100周年校庆 所以我们准备要制作500份的红茶 当作当天来宾的伴手礼 竹山是茶与竹的故乡 而教育及生活 课程不局限教科书的课本 度于学校举办红茶体验营 让学生走出教室 实地参与体验采茶活动 约许素霞表示肯定 希望结合在地茶厂业 与学校推展茶道课程 能培养学生爱乡情怀 相信我们今天来体验的这些孩子们 有我们的高年级 有我们的中年级 那时间会过得很快 我相信他对于瑞竹国小 所留下的这些点点滴滴的回忆 对他们未来的一个影响 绝对是非常深厚的 所以今天看到孩子 他们这么高兴在参与我们今天的一个课程 就是最重要就是要庆祝我们瑞竹国小 建校100周年 所以送哈提江欢迎来教授 各位和朋友 如果我们回到参与 在参与来到参与去参与 可以来到我们的瑞竹国小来看一看 这里所有的校舍都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幽静 尤其是真的是非常适合 小朋友读书的一个校园 此次的伴手礼制作体验 是为了瑞竹国小百年校庆活动做准备 一掌和顺风 希望民众在5月13日时 可以一起到该校共享盛举 分享孩子们的成长喜悦 一同见证瑞竹国小百年风华 明星文亮维林 主持人采访报导 一起上 pegar 你们修卖 har 优优独播 优优独播 够优独播 感谢观看